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次就是刚才说过了六个月又来到了新加坡 这是第二次 然后这次是第三次 但是在第三次中是去年两月份 我发生了一个工伤的事故 工伤就是从那一天助工 一个人在里面在电梯景里做工 不知虎谷那个铁打到我的右脚 然后我的公司又 我的公司又不管我 然后我自己向能力部 说起我自己工伤的进度 公司什么都不管我 然后我真的心情很低落 然后我就 我一直流浪在那个外面 我一头我就我的公司什么不管我 就是吃跟做什么都管 我们也闹到 有一次我下公司 说起我的情况 我闹到警察来 但是也没办法 他说你自己想办法要生存 然后我就开始流浪 我去先是在大巴窑的 我先是在大巴窑 靠近地铁站那边 顾着 一直到半夜的时候 就去捡面包 过着这样的生活 睡时垂便睡的 地铁站了 有时候在那个大巴窑 屋下那边有一个广场 警察署对面有一个 独视馆外面有一个广场 睡在那个桌子上了 就这样 然后 然后我也去 大巴窑的警察署以后 那个警察 有一个警察给了一位提示 他说你这样的 这样也不是一个办法 要自己 好像要想办法 然后去 怎样去生活下去 你可能要经过一个 很长的时间 他给了我一个奇法 是说 新加坡有求助的地方 也有庙 很多庙 他们会帮助你们 然后我就这样 我就问他 大概在什么地方 这些庙 他说亚龙很多 这样我就开始 来到了这个亚龙 这个地方 亚龙 我大概在 这个亚龙 这个地方 我流浪 差不多有两三个月了 在外面 也是 也是到处睡的 我睡过的地方 真的很多 我也睡过这个叫 阿易尼的那个地点 那个人家走的 那个鞋 跑到上 还有那边 上面那个 踏步走上去的 割成的那个地方 所以睡过那个 那个家人地点上 那边地点上也睡过 那个我的 这样的 这样的头发 就是说一度再度的 把我的家庭 到现在位置 好像把我的家庭 都要搞成铺的 原来我跟我家庭 真的很和睦 这是我家庭的 和睦的照片 以前真的很 也是一个 很不就是说 很怎么样 就是说我家庭还是 跟这种 跟他们还是可以了 而现在不行了 现在就是说 我的家庭 真的 我老婆已经 不管我怎么样解释 我老婆都不相信 好像我不知道外面 干了什么坏事一样 然后要搞成 家庭要铺垫 但是我在这一年 一年多的时间里 但是我有时候 也会很快乐 因为我来到了 这个抗车城市 以后 快高峰社区 他们 有许多兄弟姐妹们 来热心地帮助我 来盛讯我 我很有深刻的印象 就是说 像这种照片上 就是说 他们带我去 这个是带我去 东海岸 公洋 海边去烧烤 这是我的 跟这些弟兄 在一起烧烤的情景 这是我真的 那时也有 但是也真的很高兴 虽然说 有痛苦的时候 当然也有时候 会很喜乐 都是他们用 他们的爱心 来帮助着我 让我 独顾了 一天又一天的生活 还有这个是在 我在那个小印度 参加那个展览会 这些人来帮助我 那个展览会 以那些 弟兄姐妹们 来 真的来关心我 来让我 帮助我 拿去这些痛苦的生活 让我一天又一天的 比好快乐 还有些呢 就是在公园 到巴西里公园去玩 然后去看外面的景色 让我好像感觉到 好像回到家里一样 还有一些在那个 我们的 我们的 护着 因为他们感受到 他们感受到 他们用爱心来帮助了我 让我克服了种种的困难 这样子 但是我这一段时就 这个地方就是我 真的是我人生 一个转折点 也是我人生当中 我的经历 也是成长的一个地方 让我也给了我一次 新的生命 也给了我 扶辟的力量 让我 让我重新 好像从新的开始 我也真的不会忘记 我曾经在人生当中 有过这样一个缺绝 一个很艰难的路 在这里图过的 我也到了 我自己在想 如果我到了七八十年 我也不会忘记 就是说好像一直在 我的眼前浮现 我爸 除非我这个 我成了一个老年姿态者 不让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这样 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